欢迎回来看国际新闻 南美洲国家致力首都圣地亚哥爆发严重的示威冲突 总统皮内拉星期六宣布首都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圣地亚哥的地铁单程票价早晚两个高峰时段 从800比锁上涨到830比锁 等同于马币大约5令吉 因而触发一连串的抗议活动 示威者愤怒地破坏地铁站设施 导致地铁服务停止运行 也有支持着纵火焚烧建筑物楼层 全是处在混乱的状态 皮内拉谴责抗议者的暴力行为 严重影响市民正常出行和公共及私人财产的安全 政府宣布紧急状态是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 官方也回应提高票价是根据汇率和石油价格变化而定 符合法律规章 不过政府将会和各方组织对话 以缓解目前的混乱情况